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KUPO這間公司 KUPO 那這間公司呢就是攝影界的樂高 就是你只有想不到 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那我目前手中有四款 就是有這個Convi啊 然後有Cardellini 然後有一個大力甲跟一個大燈架 那這個大力甲還不錯 它是鐵的 所以我們可以吸我的小小燈 那今天我直接衝去KUPO的展示中心 那他們真的是超多東西就是 大開眼界 那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然後它幫我解決了什麼問題 就是我不可能莫名其妙就買了一些東西嘛 我一定要解決問題我才會買啦 所以我買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KUPO就直接送我一個KUPO袋子 這件是超棒的紀念品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東西 這個型號是KS398 你們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雙球頭 那它的功用呢 其實跟NOGA怪手其實差不了太多 就是讓你萬象然後可以調整 然後快速把它鎖定 就這樣子 我原本的使用方式就是拿一個C夾 然後把這個大力夾 它旁邊有一個弓頭 我們就把它拆進去 然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夾我的鏡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C夾 直接夾到我們的燈架上面 或者是任何的表面上面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鬆開這個旋鈕 我們就可以調整鏡子的角度 然後也可以鬆開C夾 然後來做旋轉PAN的部分 但是還是有一個限制就是它不能隨意的亂轉 因為它還是會卡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一個KS398的小東西 但是單純買這樣子是無法使用的 因為它是客製化的 你兩頭可以選不同的配件 那我們就買另外兩個配件 那這兩個配件一個是KS406是公頭 那KS415是母頭 那兩個接起來就是一個公一個母 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簡單的把它鬆開 然後把這個大頭塞進去 中間這裡還有一個小小機關 就是1 4轉3 8的小小轉接環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一樣我們把它塞到C夾上面 那另外一邊呢一樣就是塞我們的鏡子 Oh yeah 超讚 這組合根本就是超級完美 它可以輕鬆的調整到不同的角度 這種超級奇怪的角度它都可以調整 像我這種使用方法 根本不需要買到像NOGA 或者是Coupo也有出一種萬用手臂 那種都比較貴 那這樣子的解決方案真的是超讚 那為什麼我會找到這個解決方案呢 我原本根本就不是要買這個東西 但是我就跟那個店員跟他說一下 我到底想要幹什麼 我說我想要夾鏡子 那我想要怎麼樣去調整 那他就直接推薦我這個 像是有些店家就很瞎 我進去想要買東西 但是我問一下店員這個怎麼用 那個要怎麼配會比較好 但他什麼都不知道 就很瞎 Coupo展示中心呢 它服務真的是超讚 因為它東西真的是太多了 你有想法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配件組合起來 可以辦到你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告訴他我的需求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解決方案 他可以給我好多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呢 我真的是覺得超讚 而且沒有超過我的預算 就是原本我還是要買怪手的 萬用手臂超瞎 預算就會爆表 這個雙球頭呢 它的官方載重是5公斤 所以真的是超讚 夾鏡子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夾10片20片都不會有5公斤 來看看我下一個又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型號是KS-1011 這個是雨傘關節 那其實我原本就有一個雨傘關節 但是這個雨傘關節已經快要爛掉了 如果比較重的東西 它就是會垂頭 根本鎖不緊 我在Coupo展示中心已經玩過了 它真的可以成這種非常非常重的東西 因為它中間這個煞車碟盤 跟它的芭蠟頭設計是一模一樣的 中間有一個碟片 然後兩邊都有鋸齒狀 那這樣子一鎖緊 整個就是超級紋 根本不會改變角度 超讚 這這麼重的燈也都不會垂頭 真的是 解決另外一個問題了 那這個雨傘關節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可以超過90度的角度 真的是超級好用 如果你是插橫著 然後這樣子出來的話 那這種調整角度 如果你要往上啊 或者是超級奇怪的角度 它都可以翻到 真的是 超級完美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雨傘關節很像 芭蠟頭的剎車碟片 那我已經買了一個黑色的芭蠟頭 它的型號是KCP-200B 去過很多的片場 很多的工作室 很多的拍攝現場 但是很少看到黑色的芭蠟頭 這真的是超帥 目前這個芭蠟頭買下來 單獨使用是沒有解決我任何問題 但是它搭配我下一個買的東西 就真的是超級無敵 那這個東西的型號是 KCP-641B 這就是我們傳說中的泵杆 就是可以在你頭頂上 然後撐很遠很遠的東西 泵杆下面連接的地方就是一個耳朵 那這個耳朵呢 就是要插在芭蠟頭上面的 所以我才會買那個芭蠟頭 然後再搭配這個泵杆 那泵杆就長得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撐一根比較長的杆子 到你頭頂上 或者是你要拍攝的物體上面 那不只可以放燈 我們可以放像是你要拍攝的物體 你要懸掛 或是你要有什麼東西在漂浮 你都可以用這個泵杆來解決 我買了新的泵杆就是來取代這一支小小破爛泵杆 那只有我這一支泵杆最長只有到140公分 但是泵杆通常你後面還要留一截給它配重 那總長140公分 電影都可以用到90公分就已經非常極限了 就是看你前面掛多重的東西 那90公分我覺得已經非常極限了 本身這個材質就比較軟Q 所以你掛東西如果很重 然後後面又要配重 這整根就感覺靠斷掉的感覺 所以為了安全期間 我就買了一根比較長 可以喝重比較重的 BOOM GAN 那買舊BOOM GAN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附給你一個有點像芭蠟頭 只是塑膠版本的芭蠟頭 那這個東西也很爛 它就是裝到你的燈架上面 它整個就好像靠斷掉的感覺 反正整個就是一個垃圾的概念 你可以放一隻手機 但是你放了一公斤以上的燈 它可能就快要斷掉了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KOOPO 攝影人的樂高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